佛教教育和佛教文化的实践 要有效地将佛学的伦理道德观念 传授给年轻人 可以采用图片、插图、佛经 和有趣的佛教传说 以及佛教的故事作为媒介教材 这种教学方法很受大众欢迎 尤其是年轻人 更是很容易通过这类教学方法 深入认识佛教 除此之外 舞台画剧 或者描述佛教传统的素描 也都能够加深年轻人 对佛教的良好和深刻的印象 要引导孩子步向正途 父母首先就应该以身作则 带来理想的生活方式 没有高尚人格的父母 是不可能养育出具有高尚人格的孩子的 除了受业力倾向的影响之外 孩子也都会受到父母自己具有的缺点 和美德所影响 责任深重的父母 应该谨慎注意自己的言行 以免将自己本身的缺点 传给孩子 至于传统习俗 佛陀教导我们 不要接受或者反对习俗之前 应该先考虑 是不是有意义 或者是否实用 当人们学了佛理之后 他就不会再注意 传统习俗那些问题 而以一种佛教徒的方式 过着有意义的生活 佛陀说 不论我们以哪一种方法来训练脑筋 我们所持的态度 应该是好像成穆佛过河的人 因为当他们过了河之后 就不会紧抱他们的穆佛过活 相反他们会将穆佛置于岸边 并继续他们的行程 同样地奉行习俗 只是学佛的灵感传源 而不是学佛的最终目的 各国所奉行的传统佛教习俗 都不尽相同 当我们奉行这些传统习俗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将自己 归类于任何一种佛教传统的源流中 也就是说 我们不应该将中国佛教 斯里兰卡佛教 日本佛教 泰国佛教 缅甸佛教 或者西藏佛教等 分类或清界线 这样做只会引起不协调 歧视 同误解 我们也都应该小心提防 那些各种符咒 神力 神秘 而又超自然的能力 同观念 来欺骗大众的那些 所谓佛教领导者 他们这些无耻的行为 完全歪曲了佛陀的原意 另一项常见的佛教仪式 是在新居 举行祝福仪式 当佛教徒 进入新居 或者搬屋的时候 通常都会邀请法师 来进行祝福仪式 唯有如此 才确保新屋受到宗教庇护 使居住在这个屋蟬下的 每一个人能够快乐 安详和谐地生活起一齐 同样地 营业的大厦开张 或者伸张营业的时候 都能够进行这种祝福仪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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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